2022东台湾亮点农产业机械展30号 在花莲于市场北侧场地隆重开幕 新长徐中卫表示 这次展览是花莲县第一次举办的全国性农机展 分为多元农机展示区 新研发农机展示区 智能设施还有资裁展示区等将近有300个摊位展出 并且针对东部作物特殊的农耕形态 展示适宜的农机设备资裁等等 切合在地农友的需求 2022东台湾亮点农产业机械展 未有花莲首场办理的全国性农机展 多维多元农机展示区 新研发农机展示区 智能设施及资裁展示区等 300多位摊位展出 并且针对东部作物特殊的农耕形态 展示适合的农机设备资裁等等 以结合在地的农友的需求 从冠型载到友善 不断地将我们的土地面积 潜在的土地面积 不断地增大 第二个是在农业的转型 无论是现在对于农业的人力不足 以及我们很多的农业要转型的时候 我要谢谢在农业处 无论是吴坤儒处长或者是陈淑儒处长 在我们的有机农业或者是农业转型 但是如何透过更加先进科技 以及更加方便的工业技术 能够克服我们的成本降低 以及人力不足人力老化的问题 所以因而有这个农机巨大展示 所以我相信今年将近有90家厂家来到花莲 这是让我们第一个收获非常多 而且让我们食物上可以看到很多食物的农机具在这里 在去年我们在谈的时候 其实对于花莲的农业需求 以及我们在十三乡镇开始调查 我们农友需要怎么样的农机具 请问我们在去年开始启动 所以我要再次谢谢农政单位 以及我们所有的农友 以及我们的农会 现在许多表示更多机械化 智能化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花莲政府正积极的足够与破话 2022东台湾亮点农产业机械展在花莲 期盼让东部农业们不必周车劳顿前往西部参观 可究竟了解自己的需要农机特性以及现金的农机 记得终于欢迎视频道